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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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活 很多人每日都努力工作 日忙夜忙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除了谋生之外 到底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安风教会早前 举办了一个商业峰会 找来各行各业的人 一起探讨工作的意义 发觉很多人做事都不开心 就算我们的弟兄姊妹做事都不开心 我们怎样能够令他们开心 找到这个目标和目的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希望 能够将信仰 用为我们的知识智慧 管理工作 达致我们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功能 而且我们选择Purpose of Work 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我们觉得 既然教会搞的 我们不只是说know how 我叫技巧层次的东西 反而我希望问些know why 就是一个意义层次的东西 然后你会听到今天所有的讲话 无论你信不信也看到 原来意义层次都可以好天国那么高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激励我们做事的目的 所以我们下次还会说 herpes of 什么 herpes of 什么 我们会继续这样专业 透过这个聚会 李牧师看到社会人士对职场有多看重 我们今次搞第二次了 两次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是 我们三分之一 来了的人是未相信的 三分之一 而三分之二的人带他 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职场是一个很重要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说职场的 或者传福音 但我们怎样能够帮助 真正面对我们的处境问题 当日有多位嘉宾分享 包括大企业的高层 大学教授 甚至和一些刚刚投身社会的年轻人 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地位 都需要好好思考工作的意义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寻找 究竟工作为何 为何要工作 The purpose of work 究竟是做什么 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 香港的困难的环境里面 前面前景又不知道 世界又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想到 究竟我的工作是做什么 我为了运车眼仔 为了公屋 又是为了赚很多钱 其实很值得去想 究竟我们是做什么 JELLOW BACK 今次本封教会 就搞了这件事 我觉得挺有趣 其实这个题目本来 就是人生的题目 都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可以去探讨 我想从基督教的角度 或者从我们日常生活 去尋找Purpose的角度 这个都很重要 我觉得首先那个观众 是全部都很有精力 是很想学东西 也都很想尋求一些答案的年轻人 那我觉得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但我觉得都可以付出 所以我今年是第二年 而他的议题是很到辱的 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是在想的议题 为什么去卖这些产品 给你们的客人 那时候呢 其实呢 去做多些生意的东西 已经再不是兴趣 反而就是说 你每一天 就要跟网友去讨论 去决定究竟你进去 能够说些什么 不能够说些什么 因为你个人说错 是会令到全家人行 有很大的问题 我可能不是说一个很普遍的 就是说 告诉你工作的 purpose 是什么 我反而说 工作里面 如果有困难 有要suffering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一件好事呢 如果那些suffering 可以令到你更加成功 其实可能 当你有suffering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面对 今次商业峰会的分享内容 十分精彩 将会在创世电视播出 如果你都有兴趣想探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记得密切留意创世电视 创下美国飘房奇迹 意志心灵的电影 想更认识你 影音视团作为基督教策动团体 在电影上话之前 我们率先举办多场优先场 触发各界好评 电影在5月24日上映 我们亦会举办公开报道场 除了有好电影看之外 还有牧师分享信息 鼓励你带微信的朋友出席 大家感谢观看 记得好好看 我们下次见